大才小用 新契级是南宋时期伟大的诗人 也是一位爱国英雄 因为他立主抗金 所以受到了朝中反对派全臣的排挤 只好隐退山林 他与另一位爱国诗人陆游来往密切 他们经常在一起填词饮酒 畅谈天下大事 这一天 新契级高兴地告诉陆游说 皇帝招我进京 叫我谈谈对北伐抗金的意见 也许我们因此就能实现自己报国的理想了 陆游听了很高兴 当即写了一首长诗表示庆祝 其中有大才小用古所探一句 便是成语大才小用的由来 大才指的是有大用处的器物 成语大才小用 比喻原来可以派上大用场的器物 只派上了小用场 表示使用不当 委屈了有才华的人 尽管大才小用是不合理的 但有理想的人绝不因此而气馁 他们总是努力奋斗 去实现自己的报国志向和人生价值 这才是积极正确的人生态度